早前馬雲和Elon Musk, 被認為東西方兩大創科巨子 來到一個世紀的會談, 當中講了四個題目, 我們會分兩節講 這一節我們會講, 他們各自對於人工智能和火星的看法 詳細, 其實我沒有仔細去看, 不如Kelvin你先講一講 首先我講會談之前, 那個談論在內地發生, 我沒有記錯 因為很早之前已經有寫過Elon Musk, 差不多是全香港最早寫Elon Musk的背景的人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認為這兩個人放在一起有趣 就是當內地的媒體, 吹噓中國新四大發明的時候 知不知道是甚麼是中國新四大發明 知不知道是否支付寶, 還有甚麼是淘寶 還有共享單車, 各樣單車 共享單車已經掛了, 即是四大發明, 真麻煩 譬如支付寶, 我已經跟身邊的朋友說, 有沒有搞錯 我說Elon Musk, 他搞PayPal的時候 某人都不知道在哪裏 因為有個教授, 因為這樣說, 新四大發明有甚麼是新的 結果就被人停下樓正 舊四大發明都被人抄 不要緊, 因為我的說法是很保險的 你知道我的, 有戴頭盔又要威 你如果是支付寶, 說它是新的, 沒意思的 因為Elon Musk 做完PayPal, 賣賣了 現在說上火星, 搞其他東西 你才去搞支付寶, 有多新的 第二, 這個不代表看不起馬雲 因為我們經常說的, 甚麼是中國四大發明 問題是甚麼呢 傳統中國四大發明 發明完之後, 你就不能夠將它商業化 即是不能夠將它商業化 不能夠將它發明光大 你發明了有沒有用 發明了自己在自己 然後就被鬼佬抄了 所以, 發明, 就算你不是原創的話 不是很重要的 這些都是之後我們會說 Elon Musk 其中一個近來一部電影 Current War 就是講, 真是Tesla 和愛迪生 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你說是支付寶 有多偉大 是不一定要它是原創的 但是, 大家也要知道它不是原創 就是這樣 今天要插開這個話題 之前有一個教授, 因為他批評學生寫中國四大發明 他說, 這些四大發明, 又不是四大發明 硬不讓學生寫 結果, 教授就罵了學生投訴 然後, 教授好像炒了, 不知道甚麼 其實, 中國四大發明, 就真的不是四大發明 真的不是四大發明 四大發明, 應該很多都是很流的 所以, 後來, 中國也不太意思 他就改了四大發明 因為四大發明, 其實你也會說 類似是指援車 指援車 指援車是一個傳說中的發明 皇帝沒有發明 因為大家沒有知名 沒有皇帝 沒錯 第一, 指援車的問題 第二, 畢星發明了活字版 但活字版發明後, 沒用過 因為中文漢字很難活字版 英文是比較容易的 它有模型 現代火藥和舊的火藥 是不同的 chemical 的東西 即是, 你要重新發明 因為在花學成分是不同的 第四大發明是甚麼 這個甚麼 造紙 造紙 其實, 鬼佬從來都有造紙 那些什麼紫草 造紙也不是中國的發明 即是, 四大發明是 後來大家都覺得不好意思 就做了新的舊四大發明 現在就有新的新的四大發明 類似是兔瓷 那些的確是 我忘記了新的四大發明 但那四個發明 後來就真的是中國的四大發明 這個都不算差得很遠 因為事實上 這兩位高人討論的四個題目 都是一些新科技 或是怎樣看將來 所以其實都很吻合 首先, 它講四個題目 四個題目就是 第一個是人工智能 第二個是上課升 第三個就是 這些新科技下 世界上的人 會不會不夠工作做呢 最後那個題目就是 教育應該怎樣做 最生氣的題目 我們稍後再講 今天集中講 就是人工智能和上課升 我首先客觀地 嘗試很快地描述 它們兩個不同的看法 人工智能 因為我一直有跟進Elon Musk做的事情 由他很早的時候 看完他的歷史 就是他對女人有多不好 神經病 我都跟得很足 他很早的時候 Elon Musk已經說過 他很想做一些事情 可以影響到世界 但是他說了幾件事 其中一件事 當時他開始著力做的 就是做這些環保有關的事情 於是他入股Tesla Tesla不是他回到的 不是他創辦的 雖然他現在都承認 但其實有一間Tesla公司 他很早有入股 但不是最早想出來的 但是他搞得好 後來他再由一個股東 轉為一個去運動公司的人 令那間公司改變了很多 他就一直都在做 我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做Tesla 後來再做Solar City 就是另外一間公司 就是做一些幫人 其實就是用一些金融的方法 去賺一些政府的補貼 然後就幫人去建造一些太陽能板 他做這些環保的事情 接著就上火星了 SpaceX就是一些太陽技術了 他一直很早已經強調 AI是重要的 但是他當時一直都不敢搞AI 他就說因為實在太觸摸不到 究竟他做這件事 對人類的文明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他一直都比較遲才做這件事 但是最後他為什麼願意做呢 就是他講法就是 現在都很多人在說 就是一些事情 如果 you can't beat it you join it 就是他覺得 AI是人都做的時候 與其人都做 他覺得有個風險的話 不如我都做 就可以扭正他 就是相對對人類的文明 或者怎樣也好 都是比較有些把握 就不會那麼擔心 於是他才願意做AI 但是這個我都比較詳細了 這個他們兩個討論 AI不同意的地方就是 馬雲很樂觀的 他覺得我們人定勝天 我們有什麼可能發明一件事 是聰明過我們的 這樣 Elon Musk 非常之不同意 他很快就說 你捉圍棋就已經是什麼了 他說我們最簡單的 由我們打機 Elon Musk 他最小的時候 10歲左右 第一個創業就是寫遊戲 那時候他新移民來的 南非的 他最早由寫這些程式 賣給遊戲 賺到第一小小零用錢之後 一路做這些發明 就是他覺得 喂 營工智能聰明的人類 是很不出去 是一件已經發生了的事 他覺得馬雲很無知 這兩個不同的看法 第二個 上火星 又是大家不同的看法 馬雲就覺得 他自己是小自嘲的 他不是這樣自嘲的 我都覺得是的 他為什麼覺得 上火星沒有意思 因為我是火星 可能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懂得到 可能他自己笑自己的 上貌 或者一些人說他自外星人 是怎樣的 顧問論如何 他就說 上火星關我們什麼事 他說我們 做這些謊言的人 當然要做福人類 如果一小部分人 上火星 誰能幫到人類 他於是會覺得 我對上火星沒有興趣 但也都不是 他就覺得 他覺得 有這個風險 可能是環保 就是環境的原因 或者其他一些 兩個原因 一來可能是 找石撞地球 又或者人類做錯事 好 地球不再移居的時候 花些資源 早一點去考慮 因為我不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 以前做不到這個技術 將來我們不知道 有多少時間 去做這個技術 現在有個空間 他就覺得 好把握 要研究這件事 而且他覺得 人類經常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我們這麼久 都找不到外星人 正視乎他覺得 人類的 consciousness 對於世界的探索 再有這個意識 去做這件事 它是要維持下去的 他覺得如果在地球 有機會 會維持不到這件事 所以 人類如果能夠成為 一個Multiplanet species 即是不同 幾個星球裏面 生存到的物種 他覺得很重要 這個就是 馬雲和Elon Musk 的分別 看看你們有什麼意見 我們先講一下 人工智能 先不要講解分 人工智能來說 機械人當然是可以聰明的人 但是 我可能覺得 馬雲是一些共產黨的思維 共產黨的思維 就是 永遠過去人變勝天 或者什麼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 馬雲後來講了一個 對於人工智能 他說 將來人類平均工作兩三個小時 我覺得不會 那件事是這樣的 如果人類只需要兩三個小時 結果就是 有些人是完全不用工作 有些人是 照樣工作的 工作 我們留下一集說嗎 Sorry 我可以再留下一集說 OK 現在說人工智能 我覺得人工智能就是 那件事要發生 也要發生的 如果將來發現一些 機械人類 我想人類和機械的混合體 是很快會發生的 如果到時的時候 到時的時候要發生 我們都改變不了 還有 你不能夠說 有些新人類 不是我們舊的人類 去 正如我們的人類的文化 很多時候 發明那些什麼 鑽木取火 那些其實不是我們發明的 不是空母思綺能發明的 是幾十萬年前 我們被我們的人類 已經發明了 我們人類沒有文化 只不過是人工智能 這個說法 人類和人工智能 或者機械人合體的話 相對是各方向 但其實這個是日本的責任 日本看動畫 我記得小時候看 銀樂鐵路999 這個概念很早 很久之前 你真的看到 我強席裝甲 那你又怎樣看 那些什麼 6 Million Dollar Man 其實各界 都是來自日本動畫而來的 最早就是Cybro 你說以前科幻小說都有 但發言光大 日本人都有份 首先說回馬雲 人工智能永遠都不會比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永遠都不會比人工智能 我想他所說的不是所謂計算力 現在電腦當然比人工智能快 我想他自己都會知道 他接觸電腦那麼多東西 他當然知道 現在有很多能力都超越了這個人類 但其實他是根據共產黨思維 共產黨思維不僅是說人定勝天 他現在做所有事都要把所有東西都 under control 不要說人工智能永遠都不會比人工智能 他現在都是說 所有的中國人都永遠都不會比共產黨 所以現在他不需要用各種科技去限制 他不需要覺得說 他現在想的事情 你想想他做支付寶 其實就是所有人都要 under 共產黨這個國家體制的 control 所以他的思維模式套落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永遠都是為共產黨服務 永遠都是為中國人服務 所以他發明的人工智能 又怎會超越到共產黨的控制呢 其實這種想法 人們說他是缺乏想像力 我就不太同意 純粹是政治角度 因為他覺得科技也好 人也好 他都是為國家體制服務 既然他是為國家體制服務 設計又怎會超越國家體制這個框架呢 如果他超越了國家體制的框架 就是立刻會被消滅 好像他要退休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 很多人都說 中國人其實就不懂得想像 又說什麼人 我經常都覺得馬雲 雖然他有很多東西都是抄襲人 但他無可否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很聰明的人 他又怎會想不到你也想到的事情 而去到最後之後 有一個可能 就是某一種的東西 是局限了馬雲的思想 而那種的思想 就是共產黨思想 或者資本論裡面的歷史的演進 其實如果你套下去 相信那樣東西的話 發展的話 亦都是似你的說法 下層建築也就是上層建築 所以我覺得不用擔心太多了 即是人工智能那樣東西 共產黨設計的人工智能 一定不會令他可以超越共產黨 不會令自己倒台 而且我們都不擔心太多了 我覺得很多人覺得機行毀滅了人類 我覺得不會 即是機行最終能力超越了人類 控制了地球的話 他都會宣揚回人類 上火星說不說 下次再說吧 好了